全會男子籃球決賽昨晚在板橋體育場熱血開打 有著夢幻隊伍之稱的台北市找回田磊跟陳世联兩位黃金年代的戰將 再搭配多位的先一隻籃球員陣容可說是十分的豪華 而台中市陣容也不容小覷 雖然金牌戰少了一個蔣雲安的坐鎮 但仍有李凱彥 蘇敬毅等優秀球員的加入 為這場冠軍賽增添了幾分的刺激 其中代表台中市出賽的阿美族球員盧俊翔 在加入職籃一年多整體實力提升了不少 而在這場金牌戰中他也擔下得分的重任 整場賽事盧俊翔沒有下場休息過 而他也靠著穩定的發揮 精準的出手為隊伍拿下不少的關鍵分 關鍵算打得十分焦灼 最後不到一分鐘雙方只有三分的差距 而台北市在最後一秒想要投進 關鍵的三分球追平比數 但在裁判激烈的討論後 最後判定這顆關鍵球為兩分球 也讓台中市以一分之領先驚險奪冠 真的是很不可思議 他們完成了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說真的我們能夠贏到 能夠贏新北跟台北市 不管是我自己啦 然後還有外面的比如籃球界 都會覺得說機率是比較小 但是我覺得球是遠的也不是不可能 對自己的表現其實我主要還是覺得 就是學長們跟家人們 沒有給我們太多的壓力 對啊 然後很給我們信心 叫我們去在進攻上大膽一點 因為其實知道自己前機場比賽 打得不是特別好啊 對啊 然後我覺得最後一場也不要給自己太多壓力 為台中市拿向首面男子籃球金牌的選手們 開心的拿著獎牌留領紀念 而盧俊翔表示接下來將積極投入各項賽事 累積比賽經驗提升自己的實力 原新聞老報是烏溜新北板橋採訪報導